画面中可以看到救护车行经蜿蜒狭窄农路 要火速赶往事故现场救援 14号早上10点多南投仁爱乡公所一名黄姓工程顾问人员开车载着另一名阳姓济士 两人一起前往德陆古村要验收农路的改善工程 就在11点多要回程时因为农路狭窄必须倒车才能回转 却在行径间不慎连人带车翻落四公尺边坡 阳姓济士疑似被弹出车外遭到车辆重压伤势严重 送一后宣告不致带来听一段访问 司机他掉头的时候在转弯的地方可能不清楚那边的地形 而且路也比较窄就这样翻车下去 那我们的记者我们的同仁就这样当场 好像去救援的时候就已经没有那种生命的迹象 另一名黄姓驾驶则是头部及手部多处擦伤 而公所第一时间获报后也指示相关单位全力救援 并办理抚恤事宜 检禁也已经掉入检查要厘清事故的详细原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